好像自己很喜歡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說話呢 新鴻鄭熊他現在趁著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分享一下 說一句笑話呢 我們鄭熊就有關心我們有提醒的 很討厭 我們請進去分享一些分享的東西 那鄭熊我覺得現在非常之好 就是他有著一些很好的學生 其實我本身都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鄭熊做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的十二三個技術 我覺得觀眾應該很好奇 為什麼你不直接轉回去做一個老師 然後在老師的房子裏做這麼多的工作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的 其實我一入行的時候 我已經是一個Laptek來的 我們在Laptek這行裏有三張Sher 我在做Laptek頭六年裏 我已經拿了三個Sher Sher high,Sher endorsement 我全部都讀完 那之後我開始就想 除了我讀本行的東西 我是不是應該向更高的層次裏 於是我開始就找一些Degree course去讀 而當時最流行的就是Open View 就是公開大學那裏 所以我就讀了 但是讀一下就因為剛剛有病 所以我就停了一段長的時間 公開大學有一個好處 就是讓我們就算停了 都可以繼續再讀 所以我身體沒有問題那時候 我又繼續讀 最後我亦都拿了 國際派Computer 那我在那個過程裡 研文讀完之後 我都有反覆地想 就是我轉不轉去教書呢 其實在我畢業的時候 我已經是很想去讀師範 當時沒有去讀師範 是因為覺得自己 個人不太成熟 怕教學生 所以就不太夠膽 但是如果做實驗室 我覺得可以 理行到那一半這樣的看法 所以我就做 後來就做了Lab 當我做Degree之後 我都真的很想轉 因為在學校裏面 對學生那麼多 覺得就是說 如果我再站前一步 就可以教他們更多 但是人中需要 就是需要面對現實的 因為我在做Lab的一行 我已經做了很多年 我有個家庭開始有負擔 有兩個小朋友在讀書 如果我真的要轉回去教書 是可以的 因為我已經拿了Degree 但是我需要所有的工資 就差不多減了一萬多人 那我才由Starting再來 那變成了 對家的經濟影響就會很大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要做到和學生一起 就是幫他們 令他們除了學業上之外 就是多方面多元發展 我覺得作為Lab Tag 都可以從行資幫到他們 我也不介意我自己 不是一個Lab Tag 我不介意我自己 不是一個一般所說的老師 我常常都會告訴他們 我是一個Lab Tag 都不知道他們不知道 甚麼是Lab Tag 為甚麼 當他們開始上到高班 慢慢他們會明白 他們就知道我們跟他們說的 我覺得作為Lab Tag 除了還有通作本分之外 如果在我們公園的時間 我能夠發揮我們對和學生 對他們有一個好的影響之外 那就可以幫到他們 可以擴負他們視野 看一個看闊一點的眼界 或者更多一些新事物 我覺得同老師都可以發揮到 對他們一個好的正義的影響 所以最後我都是選選文化 去做Tatel的工作 正常 經過金融海嘯之後 香港現在都有一件事 就是希望我們去多些 去培養一些科學人才 你覺得我們社會上 現在去培養科學人才的資料 夠不夠 我覺得社會在這方面 是有做到事的 我覺得都是在起步界面 而在正義的方向 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多些 在新一代 希望我們可以得到更多 那學校或者家長 或者好像我們這一期的 非謀利的見譜 在這個過程中 你覺得可以帶來一些 什麼角色呢 可以說學校先 學校那方面 我覺得就是能夠 除了給一個基礎的教育 給他們的思愛 另外就是給他們一個安全 一個探索的環境 因為小朋友就是很喜歡探索 就等於一個小B 就經常用手放進口 或者撿到任何東西都放進口 就是因為他對周圍環境 是很想探索 很想知道更多的東西 但是他又不知道危險會 那學校裡面 因為有老師的答應在 我們會篩選一些危險的情況 他們於是就是在一個安全環境裡面做的 對他們所能夠學習得到的疑問 我們都會給他們一個指引 給他們一個方向 也都不是可以少走一些地方 但又不會得實說 令到他們沒有了一種自主 或者是自我創作 又不會是這樣的 那家長呢 你覺得家長 你應該可以在過程中發展 如何發展 在家長方面 現在因為是新高中 有一個叫OLT 作為家長 就可以多鼓勵同學 多參加一些比賽 或者多一次抓其他新的事物 或者是去教育團 我覺得是值得去做的